基隆市田辽河的12座桥梁 是以12生肖命名 昨天早上基隆雨下个不停 有民众发现 富狗桥头的狗雕像 头上竟然多了一个反光锥 对比旁撑伞 来来往往的民众 这个雕像就像是带雨帽一样 让民众看了觉得很可爱 对此师傅表示 虽然无伤大雅 但是已经派人将反光锥取下 雨都基隆雨下个不停 路上行人不是撑伞 就是穿雨衣 不过或许是雨太大 居然有民众贴心为雕像 戴上雨帽 怎么会戴那个呢 还蛮可爱的 蛮有趣的 但是应该要拿掉才对 这里是基隆田辽河赴狗桥 有民众周一早上经过时 意外发现狗狗雕像 头上居然被戴上反光锥 对比路上来来往往 撑着伞的行人 就像是在遮雨一样 有人认为是恶作剧很无聊 还有人困惑 难道是圣诞节要到了吗 不会也有人觉得很有趣 直呼基隆也有女王头了 还蛮可爱的啊 反光锥到底是恶狗 还是贴心举动见仁见智 不过至少是否认为 这无伤大雅 横跨基隆市田辽河两端的蛇 做桥梁是以蛇生肖命名 原本就话题性十足 如今富狗桥 因为一个反光锥 又再度跃上新闻版面 意外成为基隆市 另类宣传 这才是恒基隆报道